就像刚才说的 那明天是国会下议院新一次会议复会的日子 除了国门政府执政以来的第一份2021年财政预算案 能不能够获得在野党议员支持通过是重头戏之外 国内最近爆发的像第三波疫情 那18岁选民自动登记落实的后续 还有首相信任跟不信任动议会不会获得辩论等等 这些都是这一次复会的焦点 那就在今天国门各政党党魁也前往位于吉隆坡的一家酒店 参与他们联盟的国会会前会 我们马上就跟着镜头到现场去看看 国会下议院明天赴会 今天中午国门领袖聚集在吉隆坡一家酒店召开国会会前会议 不管是先抵达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还是贸工部长阿兹敏 都只是向媒体点头示意 唯独交通部长魏家祥简短地回复了媒体的疑问 大约两小时的会议之后 媒体终于等到首相慕尤丁 他在阿兹敏和内政部长韩沙在努丁的陪同下离开酒店全程没有发言 不过当阿兹敏在重返酒店时倒是透露了一些内容 他说这场会面主要是首相向各党领袖汇报最新情况的普通会议 国盟各党领袖三间几口不想透露太多 一切就等明天国会召开之后自有分晓 国会赴会之后呢 国盟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备受关注 虽然元首一直劝阅政治人物跟国会议员不要再玩弄政治 要确保财政预算案能够顺利过关 但是有关我国政坛权力重组或者重新洗牌的传闻呢 还是甚嚣尘上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消息指出 沙巴民心党主席沙菲毅 可能会跟首相慕尤丁谈判 以支持慕尤丁继续担任首相 那根据前锋报指出 沙巴民心党也不是毫无条件的支持慕尤丁的 他们只有在巫统不再支持国盟的情况下 才会支持慕尤丁 因此沙巴民心党愿意取代巫统的地位 以组织联合政府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心党正在等待巫统的决定 如果巫统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那么明心党就会在这几天内 撮合慕尤丁跟前首相敦马以及沙菲毅三人的会面 而据前锋报的这篇报道 除了明心党之外呢 其他将会跟慕尤丁合作的政党 还包括了像行动党 敦马的斗士党 还有这个沙拉越政党联盟GPS 那公正党跟成信党呢 据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表示 公正党支持安华认相 而成信党只会跟随公正党的步伐 所以这两个党不再支持慕尤丁的阵容里头